一心就是纯心 就是信心 就是相续心 居此三心 若不生者 无有甚处 此论 直指 当时尽业行人者变根 我们现在修净土 不能往生 根就在此地 念佛 而不得往生之苦 乙不知如来 是设相神 认身如 取向知主 望生计较 缺少智慧 设中到乙 这句句话 也说得非常好 我们对于经教 认识不够 怎么办 多念 多听 多听 帮助你建立信心 也能帮助你小悟 听 跟念 要激活起来 就好 每天 以读经 为主 读一遍 多两遍 读三遍 读十遍 读二十遍 自己顶功夫 自己时间 有足够的时间 读越多越好 自己有足够的时间 自己有足够的时间 修什么 修清潔心 修平等求 清潔心是物 小物 那平等心是大物 诀是大致大物 极乐世界 是法性 体 极乐世界的人 是法性神 跟我们这个地方 完全不一样 我们这个地方是物质 极乐世界 没有物质 物质 有生有灭 而法性 没有生命 所以极乐世界的人 不生不灭 极乐世界的一切万物 没有变化 四季长春 所以不能任身为武 取消之主 万身计较 缺少智慧 是中道意 这个 就是 我们先前 这个世界 修佛犯的毛病 是中文质